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 咱们报表编完了 然后马上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分析报表 我们通过这个报表到底怎么看待这个企业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看的是财务分析的内容 也就是说财务分析的对象是财务报表 刚刚编过的 那么这里分数大概是两三分左右 首先看一下财务分析报表的方法 财务分析的方法有三个 要注意名称还有含义 第一个叫趋势分析版 趋势分析版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面前要摆好几年的报表 不是一年的就至少那两年 那你看其中一个数字一个指标是一个什么样变化趋势 大家听新闻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环比增长 是不是经常听说 这个环比就是这一期跟上一期都对比 叫环比 好 这就是趋势分析版 如果这一年报表中的数字来算指标 就是比率分析法 就算一些指标 看指标的大小怎么样 这是我们重点要说的 咱们重点要讲的是第二个 第三个叫因素分析法 这个因素分析法什么意思呢 它把一个指标的拆分成构成要素 然后它这个要素对这个指标的影响或者贡献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销售额 销售额是应该等于销售单价乘以数量 那价格的变化对销售额有多大贡献 数量的变化对销售额有多大贡献 那这种分析的过程叫什么方法 因素 对 拆分 拆分成要素 然后进行分析 咱们重点看的是比率 比率分析法这里面会有四个方面 每个方面有些指标 个别指标要算 好 我们看一下一道题有关方法了 要分别分析材料消耗量和材料单价 对工程材料费用的影响 可以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呀 因素 对 拆了这个材料费 可以分成量和价格 好 比率分析法 我们这里有一些指标 还有要算的这个要算的指标 主要是记名称 要算的呢 最多考一分有可能不考 但是名称非常重要 有什么能力下面叫什么名称 就是记名称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好 第一个能力是偿债能力 看见企业的偿债能力怎么样 有这些个指标 第二个能力呢 是营运能力 四个能力 营运方面的能力怎么样 有四个指标 营运能力有三个指标 发展能力有两个指标 就是四个能力是哪四个能力有印象 好 这里呢 我要帮着大家对比 昨天上午十九页的那个地方 你翻篇书 昨天上午十九页 昨天上午十九页那个指标体系里边也有 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 还有一个叫生存能力 那些个能力都说谁呢 别混了 方案 我评价翻可行性了 对不对 而今天这些个能力都说谁的 企业 对 说企业的 别混了 就现在咱们说的是企业的这个 最高变的能力 好 然后看每一个啊 常债能力呢 分短期和长期 短期的常债能力有两个 一个叫流动比率 一个叫速动比率 先不用看算法 比如先背名字 背名声就行 我一会再做算法啊 咱们先背名声 短期常债能力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有这个昨天见过吗 有 昨天19月是不是有 也是常债能力 那说明什么呢 这两个指标双重身份 既可以用于分析 昨天方案的常债能力 也可以用于分析 今天企业的常债能力 所以这两个指标要算 我一会再做算吧 先进行声 然后 长期的常债能力呢 有三个 跟去年书不一样啊 去年书我记得好像指标没有那么多 今年加了 资产负债率 昨天是也见过 对 这三个指标是昨天我们讲 说一共六个 我们昨天讲三个 今天讲三个 这三个就在这出现了 另外加了两个是这本书 今年刚加的 一个叫产权比率 一个叫权益乘数 产权比率和权益乘数 记名称就行了 好 一共是五个长债能力的指标 说一遍 哪五个 说名称 我说名称 你算法更重要在这儿啊 哪五个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率 还有 权益乘数 这五个什么能力 长债 对 长债 现在我们再看 这个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的指标 好记 都在什么字 看见了没 周转率 分别是什么周转率呢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还有一个叫应收账款周转率 这四个指标 都是越快越好 周转率好记 盈利能力 好 第三个叫盈利能力 以先进名称 反映我们盈利能力的指标 有哪三个呢 第一个叫盈业净利率 新家的 去年没有啊 这是新家的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净利率 好 这三个指标叫盈利能力 再说一遍 哪三个 盈业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净利率 凡是收益率啊 净利率啊 都是盈利能力 赚钱水平的一个指标 好 最后一个是发展能力 发展能力是两个指标 一个是营业增长率 讲的是营业增长情况的 营业额的一个增长 然后一个叫资本积累率 所以它讲的是所有者权益的一个增长速度 增长情况 好 这四个能力 对应的指标是很重要 考试概率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不会算多了解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教程在这儿 好 咱们共同赛回忆一遍啊 看大屏幕啊 我帮你咱们一起来 给它再练一遍啊 练一练几个说一遍啊 现在我们说的是企业的财务分析 昨天那是方案的啊 昨天那是方案 现在是企业 企业财务分析有四个方面 一个叫常债 常债能力呢 其实是五个指标 短期的两个 长期的三个 是啥说法 有五个 流动比率 速度比率 资产复占率 产权比率 权益乘数 好 第二个能力叫营运 营运能力好记四个名字都干 中转率 是吧 好 第三个是盈利 盈利能力呢 有三个 一个叫营业净利率 一个叫净资产收益率 一个叫总资产净利率 最后一个是发展 发展能力呢 是两个 哪两个 一个叫营业增长率 一个叫资本积累率 对啊 这个名称更重要 那么算法呢 我不是说偶尔考一分 还不一定考 偶尔考一分 咱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三个 就是常债的三个 前后都有那三个 还有就是盈利的这后两个 对不起啊 我们不喜欢看啊 咱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算法 名称说完了啊 名称更重要 算法我看一下 先看的是 常债的那三个 第一个是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看是怎么算啊 分子是流动资产 分子是流动负债 什么意思还记得吗 一年以内的 分子是我一年以内可以用的钱 分子是我着急还那债 他俩 除一下子 你觉得是大好还是小好 大好 能不能等一呢 等一什么意思 我的流动资产 刚好够还着急还那债的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还债以后怎么办 没钱用了吧 所以不能等一 要求等一二 这样能好记得 就是你怀债还得剩点 第二个速冻比率 速冻比率的分子叫速冻资产 变现速度 顾名思义就更快了 那分股是流动债 那速冻资产到底是什么呢 流动资产当中把谁去掉 存货 把库榜里的存货去掉 就跟钱差不多了 那还剩哪些呢 剩这几个靠过选择体 速冻资产有哪些啊 货币资金就是钞票 交易性金融资产 短期的股票 债券基金 交易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 这几个应收 都是别人欠我的吧 一年以内要回来 如果超过三年要 我们来换账了 所以应收的问题 我们会讲 会着急要 赶紧要 一年以内啊 所以它属于流动资产中的 速冻资产 好 这两个要会算 接着我们再看这个 长期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叫 资产负债率要求会 资产负债率是怎么算呢 分子是总负债 什么叫总呢 流动加非流动 记不记得债分的两大分类 流动债 非流动债 哪加起来 而分母是总资产 就是流动资产加非流动 那这个指标能看出来什么呢 大家记得还有一个等式 你记得 资产是不等于负债加所热便宜 那这个指标就是想问你 你的资产当中有多少是别人的 你的资产当中有多少是借来的 是这意思吧 如果资产负债率等于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你的资产全是别人的 所以这个指标你认为大好想好 肯定不是大好 也不是越小越好 如果越小越好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的资产 我都打算自己花钱来 我不想借 那你的发展太有限了 要适度举债 记得适度举债 所以多少合适的指标 百分之五十 对 就资产当中有一半是自己的 一半是别人的 这样有利于发展 四个债相比就行 国际上百分六十比我们更 我们更保守一点 国际上百分六十 这是三个 我们再看两个 再看两个就是盈利能力的两个 第二个和第三个 第二个叫净资产收益率是核心指标 就是所有盈利能力当中这个指标是最重要的 净资产收益率怎么算呢 分子是净利润学过了吧 净利润在哪张表里能看呢 利润表 分母叫净资产 净资产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就是资产当中把负债去掉 那这个指标应该是越大越好 没有标准 就是越大越好 好 接着一个叫总资产净利率 那它就是用净利润也是一样的 分子都是净利润这三个 分母是资产总额 考虑一下 资产总额跟上的那个净资产相比 要多一项负债的吧 净资产不是所有者权益吗 资产是不等于负债加所有权益 所以它的分母更大 也就是说这两个指标如果都算的话 第三个要比第二个小吧 都是越大越好 但第三个本身就应该小 因为它的分母不大 好 我们就说这几个指标算法 因为它不一定好 就是它不是一个必考项目 我们就了解这几个重要的就可以了 好 做个提示一下 下列指标中 属于反映盈利能力的有 这就是选择中的 宋本体 不会算一下知道它叫什么 咱们爱个儿看 资本积累率什么能力 发展 净资产收益率 盈利 销售增长率也叫营业增长率 就是销售也叫营业 营业增长率是哪个指标 是哪个 营业的发展 总资产净利率 营业净利率 盈利 营业净利率 营业净利率 总转率叫什么能力,由于,B呢,长债,C呢,发展,D呢,长债,最后一个呢,长债,对要选三个吧,是不是要选三个,长债,好,再来一道算了, 你知某企业的税前利润五百万,税前利润还税吧,所得税五十万,平均资产总额一千万,让你算总资产净利率,谁除以谁, 顾名思义,净利润除以总资产,所以它反正是总资产了,所以就是百分之四十五,好,再来一道,某企业的流动比率三点二,可不可以,刚才我们说流动比率应该大于等二,对不对,速度比率是一点五,行不行,也行,但是该行业的平均的流动比率,速度比率分别是三和二, 也就是说,我们企业的流动比行业好,可是我们的速度却不如行业好,为什么,这两个指标差一样什么,你记得吧,存货,那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存货比重太大,上面这个减的太多了,是不是,所以你得出存货比重大的这样一个结论,好,这也是一,一四左右考试题,好, 财务分析呢,我们主要就是指标还有名称是最主要的,第三,第二考点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这个了解一下就行,这个考试次数不多,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咱们再书看一下,它有一张图形,更能帮助大家理解它什么意思啊,你翻到教材的一百四十二页, 教材一百四十二页有一张图形,最上面那张就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图形,它没画完,它下面还有,这个综合指标体系呢,修好多种,这个杜邦还是蛮好用的,那么这个指标体系里面最上面那个指标叫什么名字要记住,净资产收益率,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指标,那么它下面分解变成了两个,也是要记住,就是直接分解成谁了, 总资产,净利率,还有一个是谁,权益乘负,这三个指标是不是咱们刚刚都见过,好,那么多巴财务分析体系的特色就是,它分析盈利能力,因为这上面的指标是盈利能力的指标,就是如果我企业的盈利能力出现问题出现状况了,我通过这个体系想找到哪里出问题了,出现问题都缓解在哪里,好,这样一个大概了解就行了,就是它的核心指标是什么,它下面分解变成了两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大概了解就行了, 每两个,它反正什么能力的就够了,好,这是不帮财务分析体系,那么核心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分解成总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揭示企业的什么能力呢,盈利,盈利能力,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对, 咱们看下一个内容了,第七个内容是筹资管理,筹资管理的考试分数还是很多的,一般四五分左右,这个里边少列了,差不多有四五分左右,就是企业在筹钱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先看的是筹资主体,这个是去年书没有,今年加的,了解一下就行了,也就是咱们这个书今年和去年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分开,它想分企业筹资还有项筹资, 其实我们书上讲的都是企业筹资,项目筹资就没说,然后今年又把这个补充上,就好像说它说得完善一点,筹资主体分两种,一种是企业筹资,一种是项目筹资,咱们讲的都是企业筹资,后面讲的,那么项目筹资主要是用项目自身的收益去完善,它对其他的没有追索权的,就是它的偿还能力是有限追索权,那么企业筹资又分为内源筹资和外源筹资, 了解一下就想,内源筹资包括自有资金,应付税息,未使用或未分配的专项资金都是自己内部配合这个筹资的这个钱,企业里边的钱,外源筹资包括权益筹资,还钱股票呀,优先股,普通股呀,债务啊,向别人借呀,混合筹资等等,就是外源筹资,也就是像写内部自己筹资, 还有像写外部筹资分两个方向,好,那么项目筹资呢,又叫无追索权的融资方式,也就是说它只用项目自身的资产和未来的流量,保证负债的偿还,对项目以外的其他资产是没有追索权的,了解一下就行,好,我们讲的是企业筹资, 好,那么咱们先看企业筹资又分短期和长期,先看短期筹资,短期筹资有两种,一种叫商业信用,一种叫短期借款,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商业信用是企业向别的企业筹,是企业之间的行为,企业之间的,而短期借款呢,是企业向银行筹钱,筹钱的对象, 能分清吗,企业之间的叫什么,叫什么名字,商业信用,刚刚讲讲,我企业向别的企业筹钱对我来讲叫债,叫不叫债,我向别人筹钱对我来讲叫债,对不对,所以它的名称都叫应什么,御什么,还记得吗,我欠别人的,还有说应收的,我欠别人的,应付御收,对,就好,记得,所以商业信用,这三个,我欠别人的,我欠别人的,应付御收,对,就好,记得, 三个点像总考,就总考,就希望你要分清,我欠别人的,应该是应付和御收,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票据上有面值,到期点还,还有就是御收,好,这三个叫商业信用,企业之间的行为,且向企业筹钱,好,那么在应付账款当中,有一个信用条件, 因为我欠对方的钱,对方想让我早一点还,那他们给我一条件,这条件呢,我在大屏幕上有写,在材料上也有,十分之二,三十分之N,是什么含义,这个是要考的,而且要考算法,这个我讲一下啊,其实很简单,你看大屏幕啊,十分之二,三十分之N,它的意思就说,对方想让我三十片就换钱,三十片就换钱,三十片以内, 如果超过三十片,它就有说法,如果我十天以内还钱呢,它给我折扣,给我多少折扣呢,这个二是百分之二 十天到三十片之间还还有折扣吗,没有,这个N是没有具体含义的 我再写一个,你看能不能解释啊,十分之二,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N,什么意思 三十天就得还钱,十年以内还呢,百分之二折扣,十年二十天之间还呢,百分之一折扣,二十天以上还呢,没有折扣 好,那么,我们在面临这个条件的时候,大家就得自己算一下,我要不要一钱还,我还合不合适也要算一个问题 所以有一个放弃折扣的成本预算法,这个考过几次了,还不太好算,还挺复杂 我再举个例子,大家通过理解之后去记得我好一点啊,我看那屏幕的时候 举个例子说啊 举个例子说,我用十分之二,三十分之N的条件,共购物一百万,购款是一百万 我想给大家,其实在实际交易当中,这个条件给我给我们,我们选择的购款时间,其实就两种 要么十,要么三十,你说对不对,其他是不是没意义 第九天和第十天是一样的,那我一定第十天付 第二十八天跟第三天是一样的,那我一定到最后一天付款 所以十和三十是有意义的,别的日期是没有意义的 好,如果我第十天付款,相当于说,这一百万的货,我付九十八万就够了 对吧,如果我第三十天付款,相当于说,我想把这九十八万放在我这儿 再多占用二十天,我为此多付的成本就是两万块 这个你能理解吗?我说的没问题了 九十八万放在我这儿,二十天我就得多付两万块 那也就是说,九十八万二十天的成本是两万块 那如果让我算一个成本率呢,就是二除以九十八,没错吧 这个二除以九十八,仅仅是二十天的率 我们说成本的率,没有说二十天的,要说一年多少率吧 一般都说,哎,年一年多少率吧 所以一年有多少个二十天呢?再乘三百六十,除以二十 十八个二十天,我可以放弃十八次这种条件 这样一算的话,我发现放弃折扣的成本很高,所以赶紧还钱吧 就这意思,大概百分之二三十了,比银行的率率要高很多 听懂了吗?这个算法你看明白了吗? 我再出一个,你随便算一下,我再出一个 就是你不用背那个公式,你想背那个也行 你想背那个也行,这个会更好算一点,你看大部分 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N,放弃折扣,成本率怎么算? 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N,放弃折扣,成本率会不会断? 跟多少钱没关系,跟100万没有关系,上下比销了100万 多少钱是没关系的,跟到天也没关系,这个条件一给你就得会断 多少,怎么断?九十九分之一,对不对?乘以三百六十除以十五,就行 看懂了吗?对不对?一样的,就跟那个是一样的一个过程 好,希望大家掌握,这个5G的去年数也好,前年,反正是最近年份考了 好,咱们接着看一下这个材料 刚才讲的是短期当中的那个商业信用 现在我们看一下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呢,是向银行借钱的 现在我们去短期借,但是向银行了,刚才是企业之间的 那么短期借款向银行通常没有担保 通常不需要担保,所以呢,要约束一下双方的行为 有三个条件出现,要知道名称和含义 好,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叫信贷限额 专业性表强,有很多名称 信贷限额什么意思呢?非正式贷款最高额 它是个最高额,但非正式,我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我向银行借钱一年时间短期的 他说,信贷限额一百万,你怎么理解这个一百万? 银行最多借我一百万,如果我没借到一百万 比方说,我借了五十以后,他不想借了,行不行 银行不借了,可以,银行不借给你,你没有办法 反过来说,如果我借了五十万,说我不想借了,我自己不想借了,行不行 也行,双方没有约束力的就这个,信贷限额 好,看第二个,第二个叫周转信贷协定 周转信贷协定的关键字就是正式贷款最高额 正式的一个最高额,比方说,我要借一百万,使用的这项条件 周转信贷协定下一百万,你怎么理解这个一百万? 只要我没借掉一百万,我要想借,那是不是得借啊? 反过来说,我如果借了五十万,说我自己不想借了,行不行 也不行,反正要保护双方,不仅要保护你,是要保护银行 对,未使用的部分要付银行补偿成果类 就没使用的地方,得付给他补偿,付给银行补偿 好,这是两个啊,第三个,第三个叫补偿性余额又出现一名文 补偿性余额是什么意思呢?和念字,最低存款余额 你想借钱可以,得先有存款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想借一百万 他说,补偿性余额百分之十是怎么理解的 我得有十万存款 你想想,我账户当中都已经有十万存款了 对方银行其实就借给我九十万 他只借给你九十万,可是利息按一百万算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实际利率要引用你钢板 对,那有个人说,那为什么这么多事呢?这么多事是为什么呢? 因为短期借款没担保 刚才是个强调这个问题啊,没有担保才出现这么多问题嘛 好,这三个条件要去到含义,短期借款是没有担保的 接着,短期借款的利息支付方法也有几个,这个也考过几次啊 短期借款也是强调短期,利息是怎么付的,三种 一种是收盘法,这个最正常 最正常是什么意思呢?到期了,连本金带利息一起还就行了 这是最正常的了 第二种叫贴线法 什么叫贴线法呢?它是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 到期的时候要还全部本金的方法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想利一百万 他说,利率百分之六,贴线法付利息 他怎么给我钱呢?给九十四还一百 那你注意了,给九十四还一百 这时候,我这一年用没用到一百?没有,我用的是九十四 那利率该怎么算呢?实际利率是不是六除以九十四? 这个利率是高的 比他公布的百分之六要高法 对啊,注意,他是先扣掉以后还全部 第三种叫加息法 这个就更厉害了,他怎么说呢?分期等了,这怎么回事呢?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想借一千两百万 他怎么给我钱呢?一个月给一百 一个月给一百,给到第十二个月的时候,钱刚给七了,是不是? 到七了,时间也到了,应该付利息了吧 付利息按多少钱算呢?按一千二算 你想吧,你这一千二占没占满他一年?没有 合着我就占上半年,说实话 每个月用一百,是不是合着就占上半年? 所以这时候的实际利率是运营的两倍,刚好是两倍 这三个,希望大家做题的时候,名称和它的含义能对得上 这是短期借款付利息的方法 做一道题,刚才我讲的那些,咱们做一道啊 商业短期付债酬的方式中属于商业信用的是 什么叫商业信用,还记得吗? 写之间,谁欠谁?谁欠谁?我向他求钱,我欠他 对吧?我欠他,应该选英什么,欲什么? 应付预收,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两个票据啊 就商业程序,银行程序,这两个都是票据,两边的 然后预收要不要选,预收也得选吧 再来一道,某十多企业按照十五分之二,三十分之N的条件 够后一百万,该写在二十八天付款 是不是就放弃折扣了? 超过十五天了 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二除以九十八 对,前面那一块是,等一下 等一下,我把这个笔折扣出来 二除以九十八,然后乘以三百六十,除以十五 好,再来一道 协业短期筹资的时候,贷款的实际利率高于零亿的是 哪两个是利率高呢?利息负的时候 这就是推现法,加期法 这是短期啊,咱们看一下长期筹资 长期筹资就是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这个比较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有这样几种,一种是长期负债 负债就形成筹资 一种叫长期借款,像银行借钱,打算一年以上筹 长期债券,发成债券的项公众,发行债券为筹资 融资,租赁,学过高中天 是不是长期的?对,就是租赁工资替我买 我慢慢还的那种是吗?可转换债券是普通股 跟债券转换也是长期的,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股权,这个融资租赁的租金呢 复杂一点,包括三种 一种是资产,融资租赁资产的成本 就是东西的成本,成本利息,手机费,就了解一下 第二种筹资呢,就是长期的是股权筹资 包括优先股,普通股,权证 权证就是期权 你给我一定的权利,我按着这个固定的价格去买的路 到时候我们就赚一个差价,期权 接着 第四个条件非常重要 必考向资金成本 一定得回算,最近十年都考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 资金成本 那么资金成本什么意思呢? 我们企业在筹钱的时候 要考虑成本吧 那你想想,你像别人借钱有哪些成本呢? 利息,是不是得莫? 你中间的手续银行数 有些手续费啊,中介费啊等等那些,是不是也得莫? 所以它分两块 一块叫债用费,就是我们说的利息 还有股票有股息,还有债券有债券利息 另外一块叫筹资费 这个筹资费主要有中介方面 什么代理费啊,手续费啊 发行律师广告公正等等 中介筹资费 好,那么资金成本怎么算呢? 最容易错的啊 看清了,资金成本率 分子是什么? 占人费是哪块? 利息,对,仅仅是利息 分股是筹资什么额? 净额 净额,什么意思呢? 不要把手续费去掉 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大平墨啊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啊,换一些纸 看大平墨啊 比方说我一共筹一千万 我为了筹到这一千万呢 付了六十五万的利息 然后又付了五万的手续费 让我算资金成本率 会不会,分子是多少? 六十五都分子,分五呢? 九百九十五 有些人说,哎,你这两个都是资金成本 刚才讲一下,都是 不是,但你怎么不七十除一千呢? 这就是你能力错了 没错,这两个都是自己成本 但仅仅六十五在上面 这五万在下面减掉,为什么呢? 一千万去掉五万的手续费 可用的还剩九百九十五 你可以用的其实就没有一千万了 九百九十五 这还没算完 还没算完啊,注意听哦 这一千万是我筹来的钱吧 我筹来的钱对我来讲是债的 注意法律有规定 债务产生的利息在所得税前付 所得税前付这六十五万会有什么作用? 我的纳税基数会一下子变小六十五万 或者说我赏交六十五万对合所得税 对吧?也就是说你债务利息越多 后面所得税交的就越少 债务利息越多 所得税后面交的就越少 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减税的作用 所以六十五的后面 通常要乘一个一减百二十五 你还记得二十五的成功 企业一般所得税的税率 这才算算完 千万别错了哦 这个是考过多少店 基本上每年都考 资金成本率的算完 好 我再接着讲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要掌握的 我现在算的这一项呢 发出版咱们看个例题 看个例题再把它讲 分到一百五一 教材一百五一 有一道例题 2.73-1 好 读下这道题咱们看一下怎么算 A公司从银行取得一笔长期借款一千万 年利率百分之五 每年结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企业所得税率百二十五 则这笔借款的资金成本率 就我刚才讲的算法 分子先看哦 分子是一千乘以百分之五 这是利息吧 又乘扩号一减百二十五 是不是减税的作用 再看分母 分母是一千 它没有养手续费是吗 如果有手续费的话 要再分母就减了 好 这就算出来了 那我在表情稍微复杂一点的 分大分母啊 不举例子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需要钱 我现在银行建立一千万 资金成本率三点七五 是不是刚才算好了 例题一样的哦 然后我觉得钱不够 我又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两千万 资金成本率呢 算好了百分之四 过程是一样的 跟那个算法 然后大家看 我一共成了三千万吧 这三千万的资金成本率是多少呢 就是要把这两个加权平均 听说过加权平均呢 就是每一个的比率 乘以它占的比重求何 好 你看三点七五的这一项占的多少比重 一共三千万它占一千万 是不是成了三分之一 再加上百分之四这一项占的多少比重 三分之二 这样算好的叫什么呢 综合 综合资金成本率的算法也得会 听不听懂 哦 b好像哦 一定得会哦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资金成本率啊 好 咱们看一道题 试试 下列资金成本中属于占用费的有 还记得哪块的占用费呢 利息 对 选拔给个顺利息的 最后两个吧 最后两个是利息吧 前三个是什么 前三个是中介方面的叫什么 给筹资费 给筹资费被卖一张 好来一道题 某企业已从银行取得一笔贷款两千万 西线三年 每年年末付利息 到期一次还稳 有四家银行提出贷款条件下没有 所得税率85% 问你我们该从哪家银行借钱 该从哪家银行借钱 是不是得划算呀 合适啊 对不对 那我要算一个什么叫我合适呢 资金成本率低吧 对不对 是不是要算资金成本率低 所以就分别算 找那个低的就行 这还用算吗 不用 对不对 刚才我都算过了是吧 就那个过程上面乘一节 2%的下面扣手一倍那样 那个算法分子出一分五的 好分别算找的最小的 这是每一年的考试题这一道 好再来一道 某企业通过长期借贷和长期债券两种方式筹资 长期借款的额贷款是三千万 债券是两千万 期限均三年 每年结期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贷款利率6% 手续费率2% 长期债券的利率6.5% 手续费率1.5% 所得税率25% 关于资金成本的说法 错误的是 A 长期债券的资金成本率4.95 这个事你得算太强了 你得算 算一下吧 试试咱们算一下 怎么算 我把这个退出来 你能记得数字吗 你找不着你本的那6题吗 能记得数字吗 因为我写的 我写的话没地方写的 你要我算吗 不用我算 那你不算 你觉得用算吗 算一下 那我记不住 我记不住数字 你帮我啊 那我先算贷款 贷款多少钱 上面 贷款是多少钱 2,000 3,000 3,000 3,000算贷款了 3,000乘以利率多少 贷款的 6还是6.5 6贷款的 然后乘以扣号 1-25% 对不对 然后下面呢 3,000乘以1 你手机对多少来着 2%是吧 这个算完了 刚才那个A选项是什么 A 债券是吧 我这算贷款是吧 4. 4点 反正它对了 总之B也对 那是4点多少 4.59还是4.95这样 这个就4.95了 是吧 它对的B选项也对 B是多少 59是吧 4.59是吧 那再看那个摘线呢 2,000乘以6.5%吧 然后是1-25% 下面是2,000乘以1-1.5% 是1-1.5% 然后是4.95% 就前两个都对 都不能选 最后还有一个D选项 你记得吗 这个D选项 需要算一个综合资金成本率 综合成本率 你会算吗 这两个怎么办 加你的平均 对 4.59的这一项占导比重 5分之三 0.6% 加上4.95的这一项占导比重 0.4% 这样再来之后发现 之后有谁要错了 就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1-5年考题 1-5年的 好 就是你得算一下 你才知道我要不选 好 这一题我们就过去了 好 接着看一个内容 是新加的一个考量点 资本结构 了解就像这个简单 什么叫资本结构呢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或项目筹资方案中各种 关键字 长期资本构成和占的比率关系 长期资本占的一个比重 叫资本结构 新加的纪念书有的去年没有的 长期资本占的一个比率和结构 叫资本结构啊 那么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一句话 比如你找外面 其实这句话最主要 就是企业价值最单化的资本结构 又是最优的资本结构 企业价值最单化的资本结构又是最优的 那么资本结构的决策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资金成本比较反 这个资金成本比较反呢 就是要选择资金成本率低的 这个是不是学过了刚才 资金成本率低的那个模式啊 第二种叫美股生意无差别点反 他没有具体说 你就这么看 资金成本率的那个要选低的 我们看一道题 某企业进化扩大规模 在现有资本结构基础上 拟定了两个追加筹资五千万的方案 那么从筹资成本最低考虑 应该做出的决策有 那个那两个方案呢 有一个表在这儿 就原来的资本结构呢 在左侧 然后追加的方案一个是一 一个是二 有没有发现他都追加是五千 看到就像那个两个是五千单位吧 五千万是吧 然后就想问你 一好还是二好 一好还是二好 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思路 要找一个资金成本率低的 对不对 那在这儿的话 要算综合资金成本率低吧 你这五千的构成有借款有债券有 有预先股股股票是吧 怎么算你到什么 都和资金成本率低 加钱平均 对 百分之七点二的这一项先算一 七点二的这一项占导比重 等会儿没有 用好了 在这儿 七点二的这一项占导比重 五千 他占一千五 那不就零点三了 然后加上百分之九的这一项占导比重 零点三 加上百分之三 较导比重 零点二 然后再加上百分之六 较导比重 零点二 然后加完之后是综合成本出来了 算出来之后再算第二个 然后找一小的 听懂吗 自己回去算 具体的啊 我们先讲一个思路 这是新加的一个内容 就是资本结构 找那个合适的 什么叫合适 综合资金成本率低的就行了 好 这是筹资管理 大概这样五个内容 我们就说完了 然后最后一个内容 叫流动资产财务管理 考试一般有一两分 那这块内容呢 主要是讲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是什么样的资产 还记得吗 晚期的 一年以内的 那么其中第一项就是现金 现金 钞票 银行存款等等 这个现金啊 那么这里的现金是哪几个呢 又出来选择提到哪几个 库存现金又有钞票 各种形式的银行存款 银行等票 谁叫银行等票 自己做的票 都等票 银行现票付钱 银行会到有 好 这是现金的范畴 了解一下 我帮你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在讲 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是不是也说一现金 包括好几个 你还记得吗 那个现金是哪几个 库存现金有 什么样的存款 可以随时用力支付的存款 有没有印象吗 其他货币资金 还有一个叫现金等价物 就知道 对 那个是流量表里头的现金构成 这个是流动资产的现金构成 这两个都考过 好 且质存现金的原因 为什么要放入现金呢 三种需要 交易性需要 买东西有钱用 预防性 我出事我也不有钱 然后投机性 也不是投资 投机是短期 投资是长期 好 现金管理的目标 我们怎么管理现金呢 管理现金是个什么样一个目标呢 要在资产的流动性 然后大家知道现金构大特点是不是流动性 然后还要赚点钱 流动性和盈利能力之间抉择 获得最大长期的利益 这是目标 好 接着现金收均管理的几个方面 了解一下 第一个是力争现金流量头部 这个头部怎么解释呢 就是现金的流入和现金流出的时间要去一致 这怎么解释呢 就是我这个钱进来了 同时呢我又有一笔花销 我马上要支出 就算这个钱支出是不是更合适了 就是我这个比较有效的 然后就通过 时间是趋于一致的 第二个就是合理使用现金浮有量 什么叫现金浮有量呢 就是企业开出支票 到对方把这个钱画出账户 他会有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可以稍微再利用一下这个现金 叫浮有量 就是从企业开出支票 到最终这个账户把钱花久了 用一段时间要利用一下 第三 加速收款 如果是别人欠我钱呢 怎么样 着急要 就加速收款 最后一个 推迟应付款 如果我欠别人钱呢 着不着钱 不着急 对 就这个意思啊 从自己的角度确立了这个现金管理的几个方面啊 好 先生 持有现金是有成本的 成本呢 我们主要有三种 机会成本 昨天见过吗 什么叫机会成本 放弃掉的机会 丧失钱在生意了 你把钞票放在保险规里 丧失什么机会了 你可以存银行的 你可以出去投机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些机会成本 丧失掉了 短缺成本 这个短缺成本怎么讲呢 就是 你保险贵体放钱 放特别多的时候浪费机会啊 反过来讲 如果你放钱 放不够了 放少了是不是 短缺 钱不够也不好 钱不够用 就是短缺成本 最后一个是管理 管理成本说的是 除纳那一块 大家知道 写机有快理有除纳吧 是一个管钱一个管账 除纳那一块有成本 叫管理成本 好 那我放钱放多呢 浪费放少 我如果放多少合适呢 这句话就要出购好几次数了 三者之和的最小现金持有量 就是最佳持有量 那三者之和 机会等等 管理短缺三个扎起 找一最小的 那个持有量就是最佳 就放多了也不合适 放少了也不合适 就放这个数字最合适 好 这样我们算法 好 第二项流动资产叫应收账款 顾名思义 谁欠谁 别欠我 对别人欠我 我怎么处理啊 赶紧要是吧 所以一年以内就得要回来 所以它叫流动资产 如果超过三年都要不上来 就算坏账了 就没有风险 那么对于流动资产 那么对于流动资产 这一项应收账款 我们的政策就是希望它早点还 好 那么应收账款的奢销效果的好败 依赖于且的信用政策 信用政策包括三个方面 希望它早点还给它三个方面的信用政策 一个就是信用期间 我订好多长时间 比如还钱了 记不记得那个15分之1 30分之的那个30 信用期间 我订好一个时间 如果超过就不受买 信用标准 5C 就五个方面 衡量对方信用 看你信用好不好 通过这五个方面 还有一个叫现金折扣 记不记得10天以内给它折扣 好 通过这几个方面 希望它早还钱 好是应收账款 最后一项是存货 存货的财务管理呢 有价值问题 第一个就是存货是有成本的 你要把存货买回来 放到库房里边去 确实有成本 包括取得成本 取得成本呢 就是有存货本身的购买价 存货的原价 购取成本 还有订货 每次订货 打电话什么的也有成本 买回来之后 放在库房里什么成本 储存 库房里不够用了呢 存货 存货有三种成本 那么接着一个存货的经济采购批量 这个希望大家会 这个考试频率还挺高 它也没有推倒 它就直接来一根号 一公式就出来了 就是我每次买多少存货最合适 是 刚才我讲的存货是有成本的 如果你每次买的很少 你就会发生 你总得订货 是吧 订货有成本 如果你每次买的又有很多 用不了库房里都占了 是也有成本 所以你每次买多少就合适 有一个经济订货量 好 根号下 二类的KD除以K2 K呢 是每次订货都有成本 每次订货的成本是K B呢 是一年需要多少存货 一整年需要多少量 我现在有十七流数 我到一整年需要多少数量 最后这个K2是单位储存成本 就是储存在库房里边 是一个什么成本 好 开根号就行了 最后ABC三类存货 主次分明 为意思ABCR A呢 是最重要的存货 要重点管 那它有什么特征呢 种类少但占钱多 听听了吗 A什么特征 最重要的什么特征 种类少 钱多 占钱多 是最重要的 集中精力管 C呢 是种类多 但占钱少 B是中间的 也就是说 我们看重要性的时候 看种类还是看钱的 钱 钱多就是A 钱少就是C 好 重要性 分得类 好 这个题目 没插进来 没有题目 您找两道题 坐坐吧 那个题上 分到64页 我说算35页 35页 35页 一共六四页 35页 考点B的第一小题 行业 在最佳现金区有量的时候 哪三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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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放多少现金合适了 哪三个成本 机会管理短缺 是吗 好 接着 接着翻过来 翻过来到36页 找一个 36页 第四题 最上面那个 下列现金收支管理当中 提高现金利用率的是 我刚刚说的那几条 我对现金是怎么处理的 充分使用现金 股有量 有 有 推迟 应收账款的时间 应收应该找你要吧 争取留日的时间 买一些 留出的找一些 刚才怎么说呢 同步吧 同步是吧 提前应付款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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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不着急 所以选谁了 选A是吧 好 现在再看 这个存货财务管理短缺 存货的第二题 某线销混凝土 矿炸结构工程 施工现场存货 采用ABC分析方法 严格控制的存货 严格控制存货 是不是刚才我们说A类 A类存货什么特点 占钱多 哪个钱多 当机 好 第四题 某石工生产 所需假材料 年度采购总量 200吨 这是套根号 套开根号那个 然后 这200吨是哪个字母 就是我一年一共需要200吨 大地是吧 每吨的 但每吨价格是1000元有用吗 没有 一次订货100元 每吨的储备成本 每吨的储备成本 放在库盘里的那个储存成本 是以400 这是哪个字母 KR 对 一套就出来了 好 整个筷子呢 我们就全会讲完了 应该说是专业性最强的一块 也是大家最不容易得分的一块 所以我们速度放在尽量更慢了 对大家要求就是最少拿十分才行 最少拿十分 因为它专业性确实很强 我随便问两个 你是你还记得吗 我随便问两个 昨天讲的 费用当中 有一部叫期间费的 一部叫间间费的 你能想起来吗 期间费用和间间费 你还记得吗 它俩什么区别 一个是成本 一个不是 哪个是成本 间接 间接是哪个块 相公共有做什么事 组织管理施工 记不记得 组织管理施工的 而期间费用是哪块 期间费用是一年一粒 三个 哪个三个是一年一粒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记不记得 财务费用是哪四个 不用问 财务费用是哪四个 这个都是要选的 哪四个 利息支出 费对损失 手机费其他 是吧 今天学了 那两个 营业收入 营业外收入 还记得吗 营业收入 营业外收入 营业收入 是常见的两个 主营和其他 营业外收入 是很不很不常见的 很少很少的四个 一个是盘营 一个是变卖财产 净收益 变卖无形财产 净收益 还一直罚款 记得吗 有印象吗 再给方说 我问两个专业术语的 什么叫商业系统 企业之间呢 包括应什么预长 我见他的 应什么预长 应付预收 应付账款 应付票 去预收账款 什么叫 补偿性余额 刚刚讲过 补偿性余额 刚刚讲过 什么意思 你想之前可以 有最低的情况要求 记得了吧 对 所以这块呢 我们说第一遍 汤 咱们就是能听懂 然后回去 再还得复习 不复习不行 因为水 因为真的是太多了 好 我们现在把时间留给第三章了 因为第三章这样的分数多 第三章的特点 第三章的特点就是 又多又砸 就是更能要背了 但这一块呢 大家过多不少 还有些了解 有些印象 又没有做这一行的 基本上比较实际 那这块呢 我大概数一下结构 你看一下大屏幕 它跟去年的教堂 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这一大块 大概有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大块是总投资 它把去年的肩费合定了 总投资啊 就是都合在这里了 那么其实肩费也在里面 那这块的分数就会比较多 大概能跑到十二分左右 好 那么总投资跟健安费 虽然合并了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两个花钱角度是不一样的 总投资说谁花钱 业主 健安费呢 施工再费 但有几个很相似的费用 我问几个你试试 是应该谁花钱啊 环境保护费这些的 环境保护费 不是环平 是环境保护费 它属于安全文兵施工费 它属于监费 它属于监费 环平呢 环平是业主帮的专项评价费 对吧 再比方说 土地使用费是谁的 哎 这个一定是业主的 检验试验费是谁的 施工在那里的 研究试验费是谁的 业主的 业主的 临时设施费是谁的 他俩都有 临时设施费就是他俩都有 所以一会儿在学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 就是业主的和施工单位的 有些我们在做选招题的时候 他比方讲 说下面选项中 叫期单位的是 你都不用看了 还是在施工单位的 才能错 期单位一定是业主的 好 这个是其中两个没错的地方 接着是定额和清单 定额还有清单 定额的考试分数呢 大概在六七分左右 清单有多了 清单能到二十多分 二十二三分左右吧 清单大概有二十二三分 它有三个部分我们书上 一个是清单的编制 考试占四分 清单的计价 去年考了大概十分左右吧 还有一个计量 计量这块经年数加了不少东西 加了好多一个特别细的细节 这块能考到十二分左右 这一块是定额清单 那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俩有什么作用呢 定额和清单说白了就是 都是计价用的计价手段 定额是传统计价手段 国家主管部门定的标准 这个标准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是社会平均水平 而清单呢 是用企业自己的定额和市场价格报价的 但并不是所有单位都能用清单 比如三年之后规定 国有资金呢都得用清单 但非国有它就没做规定 就是你也可以用清单 也可以即使用定额 所以它俩是并存的 就目前 有什么时候说 清单都得用吧 咱们就不讲定额了 现在并存 所以两个都有 接着两块是盖预算 盖算还有预算 盖算预算的分数呢 盖算大概是五分左右 预算大概四分左右 之前还有一个内容 估算现在已经删掉了 没了 那我想问你啊 估算盖算预算哪个最早做 估算什么阶段 决策 决策阶段 然后当设立阶段 是不是该做盖算了 实用之前再做一次预算 是吧 盖算得的是什么结果呢 盖算是谁方负责 业主吧 所以盖算得的是总工资 盖算的结果一定是总工资出来了 而预算呢 我们以前的书讲的是兼费 现在它也分三级 预算也分三级 所以预算是也得总工资 只不过它精度更细 它在施工之前又做了业 就精度更细更准确 好 那么盖算怎么做 定额做起来了 盖算定额或者盖算指标 预算呢 并存吧 刚才是说盖算 你可以用清单 必须用清单 你就得用清单 没有清单 你是不是还得用定额 有什么定额这时候 预算领额 对 该用预算领领 因为精度更高了 最后有一个国际工程投标保价 它跟前面没什么关系 它的分数也最少两三分吧 而且一般比较偏 一般比较偏 最近两年还都挺好的 好 挺常规的 我们最后一块讲得快 前面要这么点讲 好 这是大概情况 咱们现在开始讲总投资了 不用休息吧 到12点很快了 好 总投资 首先看概念 这块分数还挺多的 建设项的总投资是指 为工程项建设 并达到使用要求和生产条件 在建设期内 预计或实际投入的总费 也就是说 业主方做项目 花掉所有的钱 是不是昨天这么讲的 那么总投资包括两大块 生产性的建设项目 包括两大块总公司 一块叫建设投资 一块叫铺底流动资金打措资 是一个比较下面 底部的底 铺底流动资金 我们昨天讲 总投资包括建设投资 还有流动资金 你记得吧 这个铺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流动资金的30%算出来的 就是人得算的 非生产性的建设项总投资 包括建设投资 没有流动资金了 好 咱们做 咱们看一张表吧 在书的160别翻开 非常重要的一张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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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全国业统一行都叫建设投资 这个建设投资就是我们说的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就是由建设投资形成的 好 我们再看啊 建设投资又分成好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什么名字 工程费用 两项 一项是设备工期举控制费 一项叫建设施工单位的建设 建设施工单位的 一项是其他费 这个其他费一共16个 每年必好3分 两道题 一个单选加一个中选是一定有的 然后预备费有两个 一个像基本预备费 一个像价差预备费 去年是涨价预备费是吧 改了 改成价差了 就是不仅有价格方面的 还有贵率 利率等等 一些方面的变化都放一起了 叫价差预备费 再往下有一个资金筹错费 记不记得去年叫建设期立席 对 这样期立席在何点点别的 就叫资金筹错费 好 注意这个表当中有两项 需要你先把它勾起来 一个叫价差预备费 一个叫资金筹错费勾 你能说过吗 动态之后 我还给你写几个字 动态投资 动态投资 也就是说建设投资 不包括最后一旁 建设投资部分分为净和动态 动态只有这样 都是考虑时间的 算的时候 那前面的都是静态吧 哪些是静态 说一下 说大话 工程费用 其他费 基本 对 基本音乐费 这三个叫静态 好 我们待会在后面做题的时候 它有那个基础 要静态投资 你就知道 你得知道哪几个比较静态 好 这张大表的结构 咱们就看到了这儿 然后呢 我们就按照表中的顺序 先来学第二项 兼费先学 然后再学那个设备攻击具 好 兼费 咱们现在来看兼费了 兼费呢 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兼费的组成 一个是兼费的相关计算 兼费的组成有两种划分 一种划分呢 就是按照要素划分 把兼费分成了七个要素 分输到161页 非常重要 这张图能好四人 你把书翻到100页1页 好 我们一起看 看这张大图 兼费按照要素 可以分成七个要素 人工费 材料设备费 注意啊 材料的后面有个顿号 给它补上 材料顿号设备费 不仅有材料费 有设备费在里面 施工机具使用费 叫机具 不叫机械 费 企业管理费 利润 规费 把那个增值税 改成税金 且增值税是不准确的 因为增值税呢 是肖像减进下 这里的仅仅是肖像 没有进下 把增值税改成税金 就行了 我们挨个儿讲 好 先来看人工费 人工费有这五个 要做选择题的 所以要看一下哪五个 它讲的是生产工人 干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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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个 计时计件工资 奖金 今天五天 加班加点工资 特殊情况下的工资 这个特殊情况就是 产婚赃市价开工资 产婚赃市价开工资 叫特殊情况 人工费就有五个 选择题单位 要先选 材料设备内 包括四个 材料原价 有设备料在里面 运杂费也有设备料 运输损毛费 没有设备料 注意啊 第三项没有设备的 只有材料 第四个 采购及保管费也有设备料 哪个没有设备料 第三个 一二次都有设备 接着 施工机具 包括机械费的七个 还有仪器比较 机械费的哪七个呢 折旧 记不记得 昨天学了一个排班法 第折旧 爱排班体的 大修 经常修理 安拆费 厂来运费 注意啊 这个安拆费厂来运费 指的是中小型设备 中小型 如果是大型设备呢 就属于措施了 好 我问一句话 有的人 有的选择可能会有问题 其实我怎么没看见 措施费了 措施费在哪里 这个表里头没有呗 然后 措施费在哪里 分解了 措施费是后分解变成那五个要素了 对啊 不是没有 而是分解了 措施费也可以分解的 然后是人工费 这个人工是开机器的 然后要动力费 税费 接着那个仪器仪表使用费包括两项写在旁边 包括维修费加摊销费 仪器仪表的维修费加摊销费就两项 写在旁边就行 维修费一个摊销费一个 接着是企业管理费 企业管理费的前五个简单了解 了解知道就行 管理人员的工资 办公费 拆取交通 固定资产使用 工具用具使用 这五个看着就行 接着三个勾出来 重点看的是接着三个 容易考容易错 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 其中这个劳动保险 都是退休以后的发销 就退休以后 企业类职工负的什么退休金啊 那一块退休以后企业负的部分 而职工福利费为什么容易考呢 因为这个原来是人工费 现在改成管理费了 记得啊 职工福利费现在是管理费 不是人工了 劳动保险费是什么呢 就是劳保用品 什么工作服呀 手套呀那些内容 它以前也是人工 现在也是管理了 接着一个检验试验费 电话也容易考 因为它以前是材料费 现在属于管理费了 好 接着几个简单看 包括这个工费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财产表现 财务费 这个财务费要注意啊 里面有一个担保费 你要把两个字写在旁边 财务费里面有一个担保 是以前说没有的 就是这个担保费 主义财费 好 接着税金 这个税是管理费的税 包括什么车权 使用税啊 印花啊 房产税啊 有了四个 接着三个勾出来 接着三个勾出来 成建 教育付加 地方教育付加 这三个为什么我给你考呢 因为这三个原来属于最底下这个税金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说庆佑要做最下的那个税金 现在也能到管理费里了 好 利润不用看了 规费 规费是要规定交的 五险一金加财务 哪个五险是规费里的五险呢 养老 失业 医疗 生育 工商 一金是什么呢 住房 公积金 好 这是规费 增加一台务 一直以来 台务费都属于规费 最后那个增值税 注意点 指的是肖像税有 肖像税有啊 好 这是这样图形 我们就说到这儿就是 呃 兼费的七个要素非常重要 递考项目 咱们做两个提示是吧 不会给你看 就是我们做题的过程 就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哪里不行 哪里比较薄弱啊 我们看这一道 建筑艾中工程费用中的人工费包括 刚才人工费是五个吧 就选择那五个里边的 有A呢 没有 A是什么 管理费 有B呢 B是什么 是归费 有C吗 有 有 有第四个吗 有 有最后一个吗 特殊情况 有 有 对啊 再来一道材料费 下列 与材料有关的费用属于建筑安装工程费中 材料费就是 A A对材料性鉴定发生的费用 这属于管理费 解研实验费 B 施工机械整体厂外运输辅助材料费 那四个里有 你想想那四个 那四个是什么 原价 运输运杂 运输损行 采购保管 是吧 就那四个选 有C吗 不可避免的损行 有吧 那就选它了 好 接着 再来一道 施工机具 机具 机具使用费 有A吗 没有 我说的是中小型 没有大型 有B吗 B里边是有一人工 说的就是那个开机器的 什么操作工呀 司机呀 那些 有C吗 经常修理 有 有 有第四个吗 仪器仪表 有 机具里面包困仪器表 不是机械 叫机具 看到了吗 人家问的是机具啊 机械有七个 机具还有仪器表呢 是不是 最后一个工商保险 归费 好 接着 根据这个 这个什么 组成 按照规定 职工表达的 基本养老保险 属于 管理费 好 接着来着这个文件 教育费附加 属于 管理费 教育费 加 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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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了嘛 原来是在这项目 是已经现了多少回来了 你得到管理费里了 你一项是吧 好 这是第一种 按要素 接着我看第二种 第二种按照造价形成 跟清单接轨 刚才那个话分是跟定和接轨的 跟清单接轨的这个建费呢 分成了五个部分 我们也结合了一张图书上的165页 这张图考一一分 就是最近几张考一一分 刚才那张图书上的考三四分走过嘛 好 我们接着看165页这张图 接轨的呢 跟清单接轨分成了这五个部分 分别是分顾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微费 税金 装置税 改成税金了 分项分项呢 大家看包括什么房股啊 房屋啊 通用市政 人民 矿山等等分项 在我们下调分项 措施项目费要记前五个 你把前五个勾起来 安全能力施工费 四个合订了 I6U施工费是四个合订了 这项是竞争还是非竞争 非竞争 这项是非竞争小龙 夜间失踪增加费 二次翻闭费 都比记失踪增加 以完工程设备保护费 这五个用一大扣扣扣扣起来 它可以写上几个字 参数法计价 参数法计价什么意思呢 这五个在扣名清单当中 是算不出量来了 不能报单价 报总价 怎么报总价呢 用基数承费预算 能记住吧 就这五个 参入吧 总价项目就这五个 后面呢 我们就不用看 其他项目 包括在这个金额 基础工总成功 付费 带什么 然后后面这些 就得详细讲 后面就讲 归费是一样的 增值税 税金 这两张图 你要注意右侧 右侧也就发现 除了归费 增值税以外 税金以外 剩下的部分 他把另外一种 划分的标准放一块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刚才讲 为什么在第一张图里 没有看到措施 因为措施可以分解 这边的要素 就是这个理解得倒退 就是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一张大笔 你可以横着切七份 刚才有七个要素 你也可以竖着切五份 现在这五个部分吧 但是它其中有些交融 交融的部分 就是什么意思呢 措施可以分解成五个要素 分不分枪也能分解成五个要素 它里面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做题的时候要注意 大家要仔细体会一下 这是第二张图形 我们看一下相应的题目 有关第二张图的题 施工现场设立的安全警示标志 现场围栏所需的费用记录 措施 措施中哪项 这是哪项 安全文明施工费吧 再来一道 建设安装工程费用中的增值税是指 我让你把增值税改成税金了吗 是什么税 销项税额 对 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好 接着 根据现行这个组成 下的费用中应该记录分部分项工程费的事 貌似好像考第二张图吧 分部分项 你是不是想选防护呀 园林呀 没有吧 你只能选谁 你只能选C 为什么 因为另外三个要措施 你为什么可以选C呢 因为分部分项 分解变成右侧的五个要素了 对不对 你除了选C 你还可以选人工材料机械管理和易润 对不对 所以它分解了 这就是一道考试题 就是两张图右侧 我没有理解到的 别人都不会 你只能选C C不错 听得懂了吗 可以是吧 好 那我讲了两种要素划分以后 两种划分标准以后呢 我要强调一个问题了 就后面让大家算GN费的时候 你不是有七个要素和五个部分吗 你在算GN费的时候 一定记住不能掺和的家 你要么七个家 要么五个家 你不能毁人家 什么叫毁人家呢 我举个例子 他让我算GN费 我怎么算啊 人工费加 财掉费加基居加措施 我加错了 我应该怎么加 人财机管理 规费还有世金 我要么怎么加 分部分项 准事项目 其他项目 规费 世金 你要么七个要么五 我中间就不能掺在家了 掺在家肯定会重复的 是吧 听懂了是吧 这个后面也解错了 现在几点 还差五分钟再讲一会儿吗 讲到十二点是吧 接着一个点是兼费计算 这个兼费计算呢 我们也就分开讲 先讲七个的 再讲五个的 就分开讲啊 那七个的就是人财机 是要算的 那几个呢 什么管理费 利润 归费 增赏税 税金 都是费率的 好 这个我们结合看书更好一点啊 因为我就才要需要你操一遍之后 再看更好 你把书翻开 咱们看书啊 有关七个要素的算法 看到上台的一百六十六页 相台一百六十六页 这个地方就是先涨七个要素 最后算兼费 我们的原则就是三个 人料机制分别算 后面是费率啊 先看人工费能算 人工费等于301321 它是工日消耗量 所以日工资单价 这个工日消耗量呢 就是定格 通过定格看到 而日工资单价是得算的 日工资单价怎么算呢 3013-2 3013-2 日工资单价 等于分子是五项求和 这五项是我让你累的的 人工费数那五项 除以改定工资日算算的 人工费就算好了 再看材料费 材料费在最下面3013-4 它等于材料的消耗量定格 可以看到定格 然后去以材料单价 材料单价是怎么算的呢 1.67的最上面 注意你还记得刚才有一张图 材料费是有四个 这里是怎么体现呢 第一个加第二个 后两个是费率看出来了吧 后两个是费率啊 前两个是加的 接着设备费 设备费是由设备量生意 设备单价 设备量最何能看到 单价呢 注意没有 设备费我刚才讲的时候就讲没有损盒吧 是吧 所以它第一个加第二个 接着乘的就是第四个费率了吧 它没有第三个 本身就没有 设备费不用考虑损盒 接着是机具 机具呢是机械的用量 所以机械单价 机械单价在3013-9 等于那七个直接加 那七个记不记得 现在被读过去了 直接加 接着是仪器仪表在3013-14 仪器仪表呢 它是两项求和 我胜账不记了 没两项 没修加 三修 人财机都算好了 接着就加费率了 管理费是费率 利润费率 归费 增税都是费率 我们先看管理费 管理费的费率呢 它又分几种计算基数 计算基数 大概有这样两个 你翻到168页 168页 阿拉伯数字五 利润的上面在 润第一行 工程上下管理机构 在确定计价定额中 管理费时 应该以定额人工 或定额人工 加机械做基数 是两种 其中这个定额人工用得多 这个额人工做基数的时候 就管理费的费率 一般会高的 但偶尔会让你算 怎么算呢 正在最上面这个公式 3013-17 考过一回看一眼 人工费做基数的时候 管理费的费率更不算 生产工人的 成均管理费一整年了 除以有项施工偏数 乘以人工单价 算了个费率 百分之几的费率就出来了 接着利润 利润的第二小点 空二小二 工程上下管理机构 在确定额中 利润的时候 应该以哪个做基数呢 也是定额人工货 定额人工加机械 跟上面那是一样的 再看规费 规费分为住房公移金和排屋 排屋费都有个家定的 这个不用管 跨小一 收费保险费和住房公移金的第一行 应该以什么做基数 人工没有第二个 只有定额人工 看到了吧 好 这样七个要素就都有了 全会求和就行了 好 这是七个要素 算监 搞价的算法 我们再看五个部分的 五个部分的呢 是要看一个例题 翻书到171页 咱们做一个例题就明白了 171页最下面 有一个3013-2 这道例题 某高层商业办公公和楼 建筑面积90586平方米 找到了吗 根据计算 建筑工程造价2300 安装工程造价1200 装饰装修工程造价1000 其中定额人工费占 分不分向工程造价的15% 措施费 以分不分向工程费为计算基础 其中安全能力施工费费率1.5% 其他次费费率合计1% 其他项费合计800万 归费费率8% 增值税税率改成10% 就目前已经又降了一个点 去年的实际现在降成10了 然后那你算招标控制价 这个招标控制价 说完了就是肩并倒价 对吧 那你读完这道题以后 我想再问大家 他让我在肩费报价 我是用7个加还是5个加呢 这个题的提议 5个加 对 那我的思路就是把这5个分别算好之后 求合吧 好 那你看一下他的计算过程 主要是程序啊 好 翻过来看一张表 1702点 首先的分布分项都能费 这里有三个分布分项 建筑 安装 装饰装修 用他们的单价乘以9.586算好 就会续合 措施项目费是用基数乘费率的啊 一般就怎么算基数乘费率 那题目里面 到底告诉你基数呢 告诉了是谁 你找吧 分布分项 他说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措施项目的计算基数是什么 分布分项 题目里有了 有吧 一般就是分布分项 现在算好这个 然后他乘以百分之2.5 2.5是怎么来的呢 1.5的安全的 就是用加1的其他措施吧 2.5就出来了 接着是其他项目费 告诉你的800万 就不用管了 该算规费了 规费是基数乘费率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这个题目里面没有讲基数 没有讲是把它题目里边没有讲 可是我刚才给你们画的 规费的基数只有一个 你还记得吗 没有第二个 定额人工 有印象吗 有吧 所以定额人工 占分布分项 15% 就基数 再乘8% 接着呢 把前四个相加 乘以扩胞 10% 是不是就增值税出来了 刚才讲的建立月定额是10啊 税率 相向税有10% 然后最后再打进五个全后就活 既然可以有出来 怎么样 看懂过程 看懂了吗 这个过程 看懂了吗 我们动手做得到 做完再再下课行吗 这一道题 我刚刚讲过的也在里面 就是有几个计算里面 不易的 某施工材料的采购价 记得记得 记得吧 所以应该怎么算 19加40乘以1.01 再乘以1.03 就行了 好 回去是吧 接着你走 某施工企业投标报价时 确定起管理费率 以人工费为计算基础 据统计资料 该施工企业生产工人 年平均管理费1.2万 免有效施工天数240天 人工单价300元 人工费占分不分向 工作费比例75% 让你算起 管理费费率 想想这一项哪里 我们说管理费的费率 一般会告诉你 但偶尔会让你算 有印象吗 在哪里 就是以人工费 作为计算基础 又常见 所以他给了一个费率的算法 在哪里多少页 168页应该是最上面吗 是不是最上面 怎么算 分子是1.2万 分子是240天乘以300元 对 费率就出来了 好 再来一道 某图建结构工程 计算出的工程费用是2600 其中定额人工费 占该工程费用16% 测试费 以该工程费为计算基础 其中 安全能力使用费费率2% 其他措施费率1% 其他项目费合计200万 归费费率10% 增税税率10% 但你算招雕控制架 这题是不是刚好跟另题是一样的 对 所以把这个过程练一遍 也就是说出这道题的话 在草和水上该自己写 它不是列一张表吗 咱们直接列表 咱们就怎么在草和水上把它算好 好 我们这样啊 就是我在大部分上写给你们看 我们是把这五个部分分别写下来 一个是分布分酱 然后呢 措施 然后呢 其他项目费 接着呢 规费 完了一个是税金 最后再来一颗合计 分布分酱是2600 措施呢 以它为基数 记不记得 上面就做基数 2600乘以3% 其他项目费是200万吧 规费得算 算的话用定额人工 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画过吧 定额人工 也就是2600的百分之 16是吧 再乘10%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这是第三 这是第四 这个呢 税怎么算 1加到4 然后乘以10% 这是第五项 最后把这五个加起来吧 快 就1一直加到第五项 就是兼费出来了 就这样去做 好 今天上午就到这 然后下午接着啊 一点钟开始 课分直到五点多几时 下课了